現在我們再跟大家補充一下幾個 這個地方呢像這個 這個區塊我就把它移到最下面 對不對?版權圈到一般都在最下面 好,把它拉到下面來 來往下往下 捲動一下 OK,放開這樣就下來 那我先問一下各位 你在這邊啊 一般我們像這種 你可能會插入一個東西 有沒有看過人家把地圖又放在什麼 網站頁面裡面的,有沒有這種 那我們的版頭 版頭跟頁尾 Footer就是頁尾 只能就是一次插一個 你如果點這個 你這樣是不是就跟它重複了 版頭的部分它也是只有一格 也就不能重複,但頁尾是可以 那我現在把下面這邊 上面這個我先拿掉 好,OK 那問一下各位 如果你在這裡 現在不是我們的地圖嗎? 我要變成中正人 請問你該怎麼改? 一樣來這邊 有沒有人知道學校的地址? 各位 所以你不會這樣 好嗎? 如果呢,你學校的地址不知道 我想 你應該不會這個學校不知道吧 所以呢 打這樣子 One query limit 這個是超過那個 但是呢其實你只要打這樣 地址就會出來 現在是它超過那個 查詢 我們預覽一下 上面這裡 預覽一下 應該會有 好,捲到最下面去 沒有出來 正常來講 這邊是會有的 那另外呢 你看下面 icon 是不是在這裡 社群的 對不對 你也可以自己決定 要或不要 就很簡單 這樣 有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其實你直接打地址也OK 也是OK 那這個是區塊的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我們可能會有用到 就是與我聯絡 還有上面這個選單的部分 選單的部分 我先講上面選單好了 我們現在是不是有一個頁面 那我們講過嘛 你不一定是一個頁面 你可以有兩個 三個四個都可以 那在這裡面它的選單 就再比我們的 Google協作平台 再更靈活一點 好,你看喔 我先從上面這個黑的 點一下 你看它上面這邊 我們現在不是有三個嗎 有的人不見得喜歡這個按鈕 所以有沒有發現 要不要顯示按鈕這裡有 有沒有這樣就關起來 有沒有就少一個了 那你要增加怎麼辦 你就來這邊啊 點到它 點一下 這裡 有沒有一個加號 增加 item 所以你就把它按下去 有沒有多一個 圖示也可以改好嗎 點到它 內建這麼多個 有沒有 你看你要哪一種 Mobile 2 好 假設你要這個 我就按一下 有沒有換了 對不對 那你要連結到哪裡 點到它 加入超連結 超連結底下 有沒有小小一個 按一下 而且最重要是這個連結 它有分很多種 你可以發現我們上面這邊 第一個是網址 對不對 第二個網址 E-mail 欸 行眾裝置上可不可以直接按一下就打電話 可以嗎 對不對 甚至連結檔案這邊都有 那它最不一樣的地方在這邊 就是 同一個頁面可以跳 不同頁面的 不同區塊也可以跳 這是它不一樣的 你看喔 我如果按這個 我希望能夠跳到我現在這個頁面的哪幾個地方 有沒有 我剛剛是插入這麼多個 那請問你 你知道這個頁面到底是什麼嗎 不知道對不對 你來看一下人家多麼貼心 滑過去 有沒有告訴你這是哪一個區塊 這樣 這樣有沒有比較感謝它一點 反正你也不知道那個區塊是什麼 所以你就看你要跳到哪裡 如果你要跳到網頁最下面 雖然我現在只有一個頁面 但是我把它按下去 這樣子待會點到它就會跳下去 那如果你要新增一頁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囉 我們就來這邊 是page 這是第二頁 點到它 你可以預設是首頁 有沒有建立一個新的 按一下 你除了首頁以外 第二頁名稱你都可以自己命名 都可以自己命名 好 有沒有這樣就是一個空白的 那你就看你第二頁要放什麼內容喔 我第二頁我可能需要一些討論的 好 那選單是共用的 所以你不用再設定 那麼我們再看看 你要這個 現在這個時間走的也很不錯喔 你看我點進來 有沒有照時間 對不對 左邊右邊左邊右邊 這樣一直下來 那假設我第一頁這樣就好了 OK 現在我們預覽一下 好進來了 它會重新再開一個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上面這裡有沒有網頁的標題 是不是可以看到 對不對 那我點上面這個Service 它要回到首頁 而且是回到首頁的最下面 等一下喔 我先回到首頁 按到這裡 它沒有回去 好看一下 確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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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到它 超連結超連結 在這裡 喔沒有 我沒有特別指定頁面 我是不要回到首頁 如果是首頁的最下面 這樣是不是可以看到 好 插入 那以後也有改變 那以後也有改變 我就重新再發布一次 OK 點不下去 回到首頁 有沒有回到最下面來 這樣了解 所以你同一個網 假設你同一個頁面也可以 好 同一個頁面也可以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靈活 因為有些人可能 我的內容就是不多 我就直接在一個頁面 其他不同區塊 呈現出來就好 這個是它 選單的部分 那 左手邊這個標題 我也順便講一下 你看這邊 你把它按一下 這裡你可以改 有沒有 顏色的那些都可以改 超連結也可以改 點到它 可不可以自己改 自己的icon 可以 這些圖 你可以找到適合的 就把它放進去 那麼 你可以選擇 預設 它就是從來自什麼 Free Online Library 你現在看到這個就是Free的 那也可以從你自己電腦找 甚至你網站裡面已經插入的 我已經有用過五張六張 你就從這個裡面去找 你自己這個網站裡面 已經有的檔案 它就幫你整理起來 這樣OK嗎 來吧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各位囉 你可以先試看看 所以我們多了這個 剛剛有的那個什麼 地圖的部分對不對 你也不用給它太多東西 關鍵字打進去就有了 第二個選單的部分 你都可以編輯 其實選單它也可以次選單 它有的範本有支援次選單 有的範本沒有 所以你就要看你選擇的範本是哪一種 有的有 你就可以把選單變成第二層第三層 就自動會產生出來 就自動會產生出來